大家各位早上好 今天我们又来谈一位 我党的洗脑教育中间 最近又流行的一个段子 我党总是一段时间 就会流行一个段子 这个一定是上层的某一个智囊 这个编出来的 然后呢 就是个小哄坟们 这个五毛们就是广泛流传 反正这样的段子 在我的视频里面 只要有的好几个人留言 同样的段子 我就知道 这就是最近出台的段子 OK 比如说是个民主社会什么好 你们去看看印度 你们去看看伊拉克 你们去看看叙利亚 这样的就是 或者说说没有国 哪有家 然后就组一堆这种 被战争打乱的这些国家 你看 好在你们有中国共产党 好在你们有中国 否则你们家破人亡了 这些我都已经都讲过了 那么最近呢 就是好多人 出了同样一个端子 就是你们在美国买了土地 拥有土地 那是你的吗 是你的 你为什么还要交税呢 对不对 你把那个税加起来 七十年的话 就可以另外买一栋房子了 所以说那个土地 其实还是不是你的嘛 还是政府的嘛 对吧 而且更可怕的是 你死了以后 你的子子孙孙都要交税交下去 今天我们来这个谈这个话题 把这个问题呢 一点一点把它撕开来 来分析 看看这里面 它这个投换概念 以及它的逻辑错误 错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之前呢 我要讲一讲昨天的视频 讲到这个美国人民的生活费的事情呢 我在这里要做一些更正 为什么呢 昨天晚上做完这个视频以后 因为有很多其他的 住在美国的朋友跟帖 就说那你这个是真的是很便宜啊 呃 我们在那些那些地方啊 确实要贵很多 晚上呢 我也跟本次老师聊聊天 我说我今天做了个视频啊 关于这个美国生活费的问题 怎么怎么讲了一通 本次老师他赶快跟我讲 他说哇 他说我不知道你是要做视频 在问我 我还以为你是担心 我们这个生活费不够 所以呢 我就随便跟你讲 讲得很低啊 呃 因为这个呢 是以前我们在 呃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们两个有个约啊 就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 我被我那个前台的请约搞得很惨啊 生无分文啊 这位流浪的时候 我本次老师他就跟我讲 他说没关系 你别担心啊 我可以养你的 我年轻 他说我在这个马来西亚国际学院教书的话 收入很口关啊 他说你来的话 我足够可以养活你 没关系的啊 因为有个这样的 呃 这样一种口头上的一种这种契约嘛 所以到了美国来以后呢 从家屋是我都不管的 所有家里用的钱啊 都是他在负担 我从来不问 呃 呵呵呵 他说你要是跟外面人说的话 那你还是要负责一点 他说那个两千块钱 我们四个人是绝对不够的 他跟我算了 他说第一啊 这个房子 我们是不要出租金的 当然这个房子是我买的 对吧 他说没有这个一千美金 到一千五美金的话 在拉斯维加斯 估计是组不下来 他说这个你就没有算嘛 对不对啊 他说你说的 他说你说的那个两千美金 那真的是最低 那是属于贫困线啊 他说你要加上一千美金 到一千五美金的这个住房啊 另外还有他说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支 所以呢 即使是不算这个房租啊 他说我们每个月 四个人的话 三千美金 到四千美金之间呢 是比较合理的 当然 奔刺老师这个人呢 他用钱不是一个很省的人 他跟我还不懂 我是比较省 奔刺老师他是不省的 他是美国人 他是挣多少就花多少啊 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余款的 他也不急 他就是说他从来不着急 反正钱会来啊 所以呢 现在我在这里要更正一下啊 就是说我们的基本生活的话 在美国的话 估计是三千到四千啊 如果加上这个房租的话 就会更贵一些 所以这个呢 做一个更正啊 我再说一遍 拉斯维加市在整个美国全国 无论是这个房地产税也好 收入税也好 生活也好 都是偏低的 都是偏低的 当然在美国生活的话 这个地税高 这个房价高的地方 相对的收入也会高一些啊 根据各个地方的不同 我在这里说的是 在美国的好处是 你可以选择啊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地方住 你觉得这个地方适合我 核算 你就可以在这里住啊 比如说有些人说 我不愿意到拉斯维加市去 那个地方太干燥啊 那个地方太热 夏天啊 那个地方不好玩啊 没有办法发展我的业务 我要到这个硅谷 我要到纽约啊 那是你的选择 对吧 就是说你是可以选择的 而且呢 拉斯维加市也不是最便宜的地方啊 甚至它不属于 美国十大最便宜的城市之一 有一个那个video 你们可以查一下 就美国十大最便宜的地方 那有的地方 那真的是非常便宜 那个三五百美金 你可以租整个一套房子啊 像那个 我们去那个Boutmore 那种地方 当然那种地方 我们肯定不能去了 那真的就是一美金 你可以买一栋房子啊 那么下面我们来讲 今天的主题啊 就是说 美国买地交税 和中国租地70年 是同样一回事情吗 他的同意是什么 首先啊 首先最最根本的问题 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这个人 在你自己的国家 你是主人 还是奴隶的问题 啊 我们讲过 你要作为一个主人 什么叫主人 Master Master 你必须拥有土地 我记得西方有一个什么电影 中间就有一句话 一个男人没有土地 那就不是一个人 啊 就是你没有土地 你不拥有土地的话 你就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 当然这个话可能讲的重了一点 就说明这个个人拥有土地的重要性 这是一种标志 我拥有这个土地 我是这个土地的主人 那么我就是Master 啊 那么不拥有土地的人 那只能是slaved 啊 只能是这个奴隶 像那个那个过去的黑奴 他们是不允许拥有土地的 对吧 这是最最根本的 首先是这个问题啊 拥有土地的国家 民族制度的国家 人民是主人 那么我们选出 我们自己的政府 我们自己的领导 他们是公普 他们是为我们服务的 我出钱给他 他这个钱怎么花的 他要向我报告 他要向我汇报 我们有权利 不同意那样花 啊 那么相反的 中国的一次付70年的租金 啊 你是租父 你不是主人 啊 那么我们先看看 这个共产党 他这个土地是怎么得来的 啊 解放之前 啊 随便讲一下 有人说是 一觉睡到解放前 他说啊 一觉睡到解放前就好了 啊 他说 辛辛苦苦 奋斗70年 他说如果一觉能够 睡到解放前 那就太好了 对吧 你不要睡到这个文革前 要睡到解放前 那就是好的 为什么 解放前 土地是私有的 啊 在解放前 在国民党的时代啊 在中方民国的时代 土地都是私有的 所以那个时候有地主啊 共产党号召老百姓 叫打土豪分田地啊 当时是许诺把这些田地收回来啊 把这个地主这些土豪打死以后 把这个土地拿回来以后 再分给老百姓 是由于这个原因 老百姓才有干劲 有土地分 对吧 那我们就打吧 把这个地主又把什么打死 然后土地就分给我们 分了没有 分了啊 然后又土地改革 又收回去了 等于是 共产党号召劳动人民 帮着他们一起去 抢劫了那些私人的财产 抢劫了 强盗 强盗了那些 地主持有者的 土地持有者的 他们的财产 然后呢 归于党有 不是人民所有 是党有 按理说是 中国是叫全民所有制 那么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对吧 那么就是按照道理说 哪怕是没有这个所有权 我有自由使用 属于全民的土地 不是的 这个土地的所有权 是归政府 政府是谁 政府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是谁 共产党就是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这些人变成了 世界上最大的地主 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恶霸 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土豪 他们可以任意的标价 而且不是卖给你 是租给你用 他任意标价 租给老百姓用 就是本来是你的地 我帮你抢过来 然后呢 再租给你用 是这么个关系 那么在西方 在美国不是的 这个美国的土地 世世代代就是人民的土地 你可以从人民收入去买 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你又可以把它再卖给其他的美国人民 它的根本区别是在这里 第二 我所要讲的呢 就是说 土地的价格问题 在美国是很少有这种 这种公寓房啊 而在中国呢 就很少有这种别墅房 对吧 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子就是 一盖 一块小小的地 盖上几十层啊 然后就是每个人住一个小格子 对不对啊 中国跟美国的巨大区别就在这里啊 比如说在日本也有公寓房 日本也有 我们叫曼雄啊 也有公寓房 那么就是说 这一栋出来有九十户人家 那么那个土地很小 即使那个土地很小的话 那么在很小的那个土地 你也有 你也拥有九十分之一的土地 那个我们买那个公寓房的时候 是你有两份核同的 一份核同是你买的这个空间 一份核同是那个土地的 啊 核同 就是你拥有九十分之一的 那个一块小小的土地 他们说 那个呢 呃 就是猫的这个额头上啊 这个猫的额头上 那么一小块土地 他们是都这么形容的啊 但是你 但是你也有所有权 就是说这个房子 如果是倒塌地震什么的话 你是拥有那么一小块地的 所以说这个房子再盖起来的话啊 你是有权利去拿回 那一小块地的价值的钱的 啊 那么下面我再讲价格啊 当然 在日本的话 那么小的一块地 它的价格就非常的便宜 而且它每年的这个土地税 也非常非常的便宜 啊 基本上就是你 基本上可以就是省月不计啊 不去考虑啊 但是在中国不一样啊 中国一栋楼拔起来以后 尽管你租记的 只是那个猫的额头 那么一小块 那么小小的土地 你说你那个房子 付给政府的税是多少 啊 我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在长沙 曾经拥有一套 三屋 一个书房 两个卫生间 两个厅 的这样一套房子 大概多大呢 一百六十平方啊 建筑名积啊 建筑名积一百六十平方 当然在长沙也算是很大的了啊 我卖的时候 就是去年六月后卖掉了吧 就是就是赶在那个政策改变前一天 七月一号开始建构 现卖啊 我是六月三十号卖掉的啊 就差一天 我把它卖掉了 卖了多少钱呢 一百八十万人民币 那么一百八十万人民币 相当多少美金呢 当时的话啊 是六 那就是相当于这个三十万美金 三十万美金 够我在美国买了两栋这样的房子 我再说一遍 我在长沙第三线城市买的一套公寓房啊 一百六十平方的建筑面积 价格是三十万美金啊 那么三十万美金 我在这里可以买两亩地啊 两栋房子 这是美国 那你说说看 我在长沙的那一套房子 那些砖到底值多少钱 那个空间到底值多少钱 而我付的那个像猫的钱额 那么大一小块地 付给了政府多少钱 你们去算一算 你们这么去算一算就可以了 当然了 这个后面还有这个管理费 那个是不管的啊 管理费是肯定要交的 对不对啊 物业管理费是每个月 好像是四百块钱人民币啊 那就是一年也四千五千人民币啊 也就是说八九百人民币 相当于我在这里的地税的一倍 当然那是管理费 我们不管他啊 但是据说 现在中国又要出台新的 叫做房地产税 另外一家税 也就是说 在中国 你不拥有你的土地啊 你是租借 这个政府的土地 一次付租金 付七十年啊 所以我那个房子买了以后 当时我的兄弟 他不愿意住进去 他说啊 这是你的房子 啊 你就买留着吧 我就跟他讲了 你不住白不住 你以为那个房子是你的 你只是一次付了七十年的租金 那你一不住 这个租金就是白费了 对不对 好 那么你付了这些租金 付给政府的话 政府拿着这些钱去干嘛呢 除了他们自己 归由私有的以外 啊 这个 然后就转账啊 从香港啊 到了美国啊 他们的家属 这个以外 其他的就用来这个 当然有国防了 有军队啊 有警察这些市政啊 都都要用对不对啊 但是相当一部分是拿来维稳 就是说 你把钱交给政府 政府拿了你的钱来管理 来维你的稳 现在不是北京要 全部要查户口了吗 伟大祖国的首都 劳动人民都不能去 你去了以后 没户口 请你滚蛋 这些钱哪里来的 都是大家交 这个租金交来的 这个政府拿这个钱啊 来管理的啊 现在搞清楚没有啊 那么美国要交税 对吧 你说这个土地是你的啊 但是你要交美国政府的税 对不对 你不交还不行 你事事备备交下去 对吧 那么我们看看 美国的税交的是干什么的啊 美国的税收是 取自于民 而用自于民 首先啊 当然美国也有 这个政府的开支啊 政府的机构 军队 警察 啊 消防 这些都有这个开支 但是注意 美国有很多的公共设施啊 公共设施很多是免费的 教育是免费的 直到高中为止的教育是免费的 对吧 那么同学在学校里的 吃中饭 校车 这都是免费的啊 那么低保收入的 这个没有钱的人 他们要发餐券 要保证他们最低的这个生活 要保证他们最低的活命的 这个生活保障 这些都是要钱用的 还有就是没有钱的人就医啊 到医院里看病 都是不出钱的 还有这个没有钱的人生孩子 这个也是免费的 生了孩子以后 这些没钱的人养孩子 这些孩子也是免费的 这些孩子的食物 这些孩子的食物生活费 包括他们健康保险 全部都是免费的 还有就是老人啊 这个老人这个老年痴呆了 连他的这个尿事部啊 他的轮椅啊 他的住啊 零花钱啊 都是政府要负担的 换言之 美国这个社会 拿了这些税金 是要照顾那些弱者 照顾在这个社会上 不能自理的那些人 这些机制在中国有吗 中国的老人家 老年痴呆了 会有这个政府去帮助他们吗 中国的这个初中高中 都不要钱吗 都有校车接送吗 中国的妇女没钱的 生孩子不要钱吗 中国的单身母亲 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 孩子们的医疗费养育费吗 对了 昨天我还忘了讲一个事情 因为讲到健康保险的事情 我讲了我自己 我也讲了奔驰老师 我忘了讲两个孩子了 所以有朋友就提到了 就是说 哦 那你两个孩子的健康保险 怎么回事情 他们还是属于 是失去父亲的两个孩子 在美国 他们的健康保险 完全是免费的 一直到他们读完高中为止 都是免费的 比如说我这个大孩子 很快就要十八岁了 但是十八岁 只要是他还在学校读书的话 到高中毕业之前 他的健康保险是免费的 这些钱哪里来的 这些钱都是 我们老百姓交税交来的 也就是说 我们将和政府的税 政府要反过来 用在人民的身上 他也许不用到我的身上 他会用到我隔壁的人身上 这是美国的社会 这个税金是这样用的 那么还有一层谬论 就是说那你交了七十年的税 你又可以买一栋房子了 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大家算一算 就像我这个房子 每一年的税是四百美金 再重申一遍 在拉斯维加是便宜的 那么我们就姑且说 它是一千美金吧 对吧 不是四百美金 算它一千美金 那七十年是七万 那么第三点 也就是今天的话题的 最最重要的关键的点 大家注意听了 那就是七十年以后怎么办 中国是一次付了七十年的租金 我就租了你这个小房子住 一直到 那么七十年以后呢 七十年以后 你这个房子还可以卖吗 还有价值吗 还有人愿意住在你这个七十年 旧的房子里吗 这个七十年之内 这个房子不会倒吗 这还是其次的啊 我们即使说 你那个房子非常非常非常好 这个房子可以 这个房子可以继续七百年啊 那么七十年之后 这个七月就满期了吗 那么这个房子就不属于你的吧 那么你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放弃啊 我不要了 另一个办法就是我重新续签 重新签月 重新付租金 对吧 因为那个所有权是我挡的 也就是说 你七十年付了这个租金 七十年之后 你是颗粒无收的 你是颗粒无收的 但是我的房子不一样啊 我七十年之后 我这个房子是可以卖的呀 因为这个土地 这个房子世世代代都是我的 我是拥有者 我是所有者 是可以传给我的后代的 哪怕是地震 哪怕是战争 哪怕是出现任何问题 我这个楼没了 我这个地还在这里啊 这个地总是在这里的 这个地总是可以卖的 不管多少年 那么我最开始投资的那个钱 是可以收回的 当然通货膨胀 这个价格会升高啊 房地产升高 我投资的可能是这个二十万啊 我卖的时候可能是五十万 或者是一百万啊 那根据那个时候的价格而定 当然也可能亏本 对不对 它根本去面是 我是拥有者 所以我有权把它再卖出去 七十年之后 这个土地的价值 仍然是属于我的 我可以把它 或者我的儿子 可以把这个土地 卖给其他人 而把这个钱收回来 而中国七十年之后 解约 这个房子就不是你的了 现在大家搞清楚没有 中国的一次性租金七十年 跟美国的所有权 它的根本的区别 是在这里 OK 这三点啊 希望大家省事 不知道我今天讲清楚没有啊 希望大家一起来 思考这些问题啊 不要被网打的一些 大歪圈的洗脑教育 一些这个投放概念 把自己的大脑搞模糊了啊 搞糊涂了啊 一直要保持独立思考 清醒的头脑 OK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